你把你推文的內容面出來 推你啦 我自己機車騎65年完全不支持代表大富翁 他們用那種決心派的煽動手段來討論交通管制問題 根本很噁心 而且你仔細去看他們是不是針對某些顏色執政的縣市 是不是比較少去抗議 呵呵 胡偉科大情侶車禍 往機車左切塊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面出來 那當然是每個局處的處罰 基於這種行政倫理 好不好你們做就做 我也就接受 不可以把國家的基層公務員叫到議會來 那叫他自己要讀他 他寫的那個PO文 那在那裡極盡善笑羞辱 這個我非常生氣 國家公務員 你知道他們是國家公務員 他不是你議員作秀的工具 我跟你講 上班時間發了1528則 裡面的內容除了違反公務員行政中立 還有幫柯文哲拉票之外 還做制服的政治打手 這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一篇跟機車有關的文章齁 來這科長今天有來對不對 我今天讓你發揮你的言論自由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面出來 推你啦 我自己機車騎65年 完全不支持代格大富翁 他們用那種決心派的 煽動手段來討論交通管制問題 根本很噁心 而且你仔細去看他們是不是 是不是針對某些顏色執政的縣市 是不是比較少去抗議 呵呵 來交通局的長官 機車路權團體是不是 我們交通局業務合作的對象 是不是我們有爭取他們的意見 是諮詢他們的民間團體對不對 我們有跟他們說 每個月有開會 每個月有開會 結果你的科長 在網路上說他們是根本很噁心 匿名的 在網路上上班時間 說他們根本是很噁心 來下一張 來 科長你的言論自由 不會科大情侶車禍 往機車左切塊 你把你推文的內容面出來 所以啦 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你們交通局的業務諮詢的對象 被你們科長在網路上面說 他們是一堆害死人的入圈仔 這件事情我還是要做一個聲明 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 所以在民主自由的原則之下 依法論法 公務員是國家的公務員 他的薪水來自人民的納稅錢 不可以遲到找退 不可以什麼貪毒 不可以違反全身中立法 沒有錯 他們應該遵守很多規則 上班時間喔 去上網啦留言 對不對 當然是不對 OK 所以對於很多公務員員 既然被抓到了 我們也懲處 其實我跟你講喔 那個每個局處的懲處 他們都是獨立行使 其實我事先我也不知道 有的被調職 有的被記什麼申戒 年終獎金也沒有了 當然是每個局處的處罰 基於這種行政倫理 好不然你們做就做 我也就接受 事實上我今天也交代秘書長 你知道喔 還特別是這樣 台北市政府員工 使用資通訊 裝置應注意事項 應該透過郵面 給全署的員工都發送消息 我是不贊成啦 出了個小事 就把這個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電腦 全部跟外網全部斷結 不准看FB不准上YouTube 什麼都不准 我也不贊成啦 那我也認為說 絕大多數的公務員 奉公手法 他們應該 在比例原則之下 他們會做他們該做的事 不可以說喔 因為台北市政府有員工 上班時間去上了PTT 就說他是有組織的 後面有人指使是網軍 這個我不同意 在網路上有什麼假消息 假新聞 惡意攻擊 他就拿出來嘛 依法論法嘛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但是我跟你講喔 我昨天是不曉得 我到晚上回家看新聞 坦白講我非常生氣 不可以把國家的基層公務員 叫到議會來 叫他自己要讀他 他寫的那個PO文 在那裡極盡善笑羞辱 這個我非常生氣 國家公務員 他們是國家公務員 他不是你議員作秀的工具 我跟你講 這個違反比例原則 我跟你講 這個我實在是 我今天做為長官 如果不能站出來 保護自己的員工 我不配做他們的長官